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國寶是日本文化廳依文化財保護法進行規範的有形文化財 意思是有極高歷史或藝術價值的物質性文化財產 我們這部影片將會介紹日本國寶建造物 根據文化廳的網站 2021年3月為止,全日本總共有228個國寶建築 有時候一個寺廟會有好幾個,比方說東大寺有8個 其他知名的國寶比方說,紀錄城的天守 大阪的駐籍大社本店 群馬的富剛仿殺場 京都清水寺的本堂等等 這些國寶通宅也是知名的旅遊景點 甚至有些是世界遺產 很適合喜歡歷史文化的觀光客參觀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來介紹這些國寶建築給大家吧 國寶延島神社同時也是世界遺產 是廣島旅遊的避坊景點之一 可以包裝成兩天一夜的悠閒旅遊 延島神社創建於西元593年 也可以說是公島這個島嶼歷史的開端 這個島嶼原本不讓人居住 但直到在中世時期 私奉岩島神社的人陸續在公島建立起的家園 然後到了江戶時代 這裡就變成了觀光聖地 神社會建議在海上的原因 是由於當時人們對自然的信仰 不能隨意砍伐樹木或開發土地 因為等同於傷害神明 所以才蓋在海上 而現在所看到的建築方式 是西元1168年 由平清聖營造完成 距今有800多年的歷史 建築的設計方式採用請殿造 是平安時期貴族宅體的一種樣式 簡單來說陣殿的中心建物 面南側的庭園而建 杜殿連結陣殿 再向南伸出杜殿 南端設有吊殿 年島神社建造完成之後 屢次遭火災 颱風等等的天災侵襲 但得到蓮艙 市地幕府的庇護 而重新修復 神社本身於1952年 被日本列為國寶 由於神社透過大海和高山 不同色彩和形態強烈反差 表達了日本人對於自然之美的理念 極自然美和人類所創造的美的融合 讓這裡於1996年 被列於世界漁產 這裡我覺得可以三個不同時段來訪 第一個時間是甘潮的時候 大家可以走到沙洲上 從正面遠遠地觀賞岩島神社 或是由近距離由下往上看神社的樣貌 冬天太陽比較早下山 等待夕陽西下應該超有感覺 也可以近距離看大鳥居 但由於鮑勃拍攝的時候大鳥居在整修 所以就沒有特別走去看了 第二個時段是晚上滿潮的時候 幽靜的神社配上打光真的很漂亮 最後一個時段是接近中午的滿潮時段 也是鮑勃最喜歡的時段 大家可以早一點點進到神社內 慢慢地散步經過東回廊 然後經過敗殿 邊走邊看潮水滿滿地湧入神社 再西回廊看看遊水人的舞台 幻想一下海上表演冷具的感覺 日本第一家需要坐船才能夠到達星巴克岩島表參道店 就會在岩島神社附近 映入眼簾的是大片落地窗 以及開放感十足的空間 這裡可以直接觀賞賴戶內海 以及大鳥居的景色 寶寶覺得視窗外風景最棒的星巴克 內裝採用星巴克常用的木質調的座位 配上不同顏色的灰色 讓整體看起來很舒服 不會虛滑或過於單調 鮑勃身後方的木頭製的飯勺 是宮島的傳統藝術品 也是代表星巴克Logo上Siren的領 風國神社又通稱千疊格 是安土陶山時代的1587年 由封城秀吉下令建造的木造神社 是宮島內最大的建築 面積相當於857個榻榻米的大小 但由於封城秀吉的世事 讓此建築保持未完成的狀態 壁面已經天花板都沒有完工 但也變成江戶時代島民交流的場所 也是日本的中華文化財 在這裡悠閒地找了地方坐著吹吹風 看個海景體會一下古人在這裡聊天交流的雅趣 宮島上也有很多溫泉旅館 如果大家有時間在這裡待上兩天一夜的話 可以悠閒地泡個溫泉 以及想要當地食材所製作的會喜料理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期再見 掰掰